- 跟上 老板 老板 还没给钱呢 老板 老板 还没给钱呢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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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方 voti 最羽毛 停车 停车 谁让你对任红义动手的 少祖 任红义是帝国的死敌 也是我们在北平执行任务的巨大障碍 属下认为 这个人必须趁早处置 我已经向任红义发出了正式的挑战 即使是在战场上 我们不能决意胜负 我已经决定在北平 要跟他论个声音 对不起 少祖 你打算 怎么和任红义较量 从机箱旅馆 杀死蒋成 夺走中秋天 到你和警察动手 这两件事情 任红义已经怀疑和我有关系了 还要 他约我见面就是想知道 我来北平的真正莫定 属下认为 这个人必须趁早处置 要不然必有护官 你在 怀疑我的能力 属下不敢 我让你查查光西有什么结果 很没结果 那就赶紧给我查 你就没想到 本田会对你下黑手 我至少他一直想跟我较量一下 但较量还没开始呢 为什么暗算我 那对你打黑枪的是谁呢 现在知道 本田狡猾了吧 要想抓到他还真不容他 农云就没意思了 你帮我查查 行 我把人都散出去 你别输给他 丢人 放心 他说手下败将 喝 王书长 前两天 在六国饭店 你可出见了风头啊 是 职责所在 赵书长有事直说 不用饶碗子 那就直说了 老爷子过两天 可能要来北平 没什么别的爱好 喜欢字画 所以 你中秋天 就试试 给老爷子欣赏欣赏 我也想帮你 但是中秋天 现在还是正午 案子还没结 这个时候 不能往外拿 就三天 看完就还给你 我没有办法向上美交代 说跟你说 要不是你们局长 这回回家探亲 没有再北平 这种孝敬老爷子的事 真拢不上你 干你们这行呢 千万不能太死心眼 你想想 你把老爷子伺候好了 老爷子在局长面前夸你了 你还当什么赎务长呢 随便搞过副局长玩玩 不就轻而易举的事吗 真的 开窃了是不是 行 那以后就仰仗赵主席了 好 我们就等三天 三天之后赵立夫还回来的 一定是真天 妈 您这局做得高 尽在您的掌握 你的嘴上抹蜜了 不是不是 我这儿子真心诚意 说吧 又打什么小九九啊 哎呀 我就觉得吧 妈 您这局啊 做得确实高 现在呢 张学良 宋祖文 都等着看帖呢 故宫也想收回中秋帖 哦 你这是打着算盘 想去讨好你未来的老丈人 是吧 啊 是 我是真的 我做什么都瞒不了你 这么着 针铁一到手 您就再防一抚 我把这铁呢 送给老师 就算他看出来是假的了 但是我的心是真的 他得领我这琴 对吧 我就纳了闷了 任一和那么清高的人 居然养出这么一个 见钱眼开的财迷闺女 妈 你别这么说郑秋 郑秋不是这样的人 你又不了解她 她是他们家大拿 她可顾家了 不过洪毅倒是一表人才 身手也好 你夸她 你还不如夸我呢 但是我最喜欢的 还是周若思 若思确实挺可爱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看见她 就想起你妹妹 如果你妹妹还活着的话 应该跟若思一边打 我搭着你 赵主席 пош了 快走 再走 也走 好 漫两走 还是不得了 那怎么意思 营aged 你 他的手 还不得了 铁 我不应该带出来 我知道 三天 三天后 完毕归招 好 沙总 赵丽夫这个时候回北平 显然是为了中秋帖 而那个王立文是假公祭祀 想用中秋帖讨好赵丽夫 革命党的官员 一个比一个他 是 赵丽夫向来防范严密 一般人很难进入 不过中秋帖进了赵丽夫 外人想再拿到恐怕不容易 他们资格不行 至家的话可以 弄得是个人来进的 马上派人 监视赵光夕和王立文 是 是 家 肯定是任婚姨 不见 快接啊 喂 是若思吗 你晚上有空吗 晚上没时间 那明天呢 有一个电影特好看 一票难求现在 明天晚上也没时间 后天也没有 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再见 我 拒绝这么直接啊 又是赵光夕啊 任弘毅 什么情况 你说 不看就不看 那天 我觉得那天挺好吃的 你说她这人怎么阴魂不散呢 我觉得还不如答应你红意呢 送你的 我今天已经约了人了 约人了 约谁了 谁敢约你 谁啊 谁啊 高公子 这么巧啊 你不是认真的吧 我是跟任弘义约好了 殿杨 要不我们一起吧 不用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好 走吧 罗斯 我订好了电影票 也订好了餐馆 一会儿咱们先去看电影 然后去吃饭 任弘义 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你说了算 这不算缺点吧 这是自大 我是军人嘛 军人特点就是说一不二 大男子主义 看什么电影 你问过我的意见吗 订哪家餐厅 你跟我说过吗 而且刚才我在电话里面 已经说了没有空 你还强行安排 我这么安排呢 是想给你惊喜的 这么说吧 我虽然订了电影票 但看什么电影 你来订 我虽然订了餐馆 但吃什么东西 你来点 反应还挺快啊 我本来就那么想的嘛 还好哥们今天反应快 要不然就是出事不力 人家弱斯都说你 说你不考虑人家的感受 你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你说现在女孩 怎么那么难伺候 人家对你摆一摆顺的 你看得上吗 没区别 我告诉你啊 哥们肯定一个月 把她追到手 你别吹牛 追到手得有办法 你有办法吗 好女怕蝉狼 这道理懂吗 我就是蝉狼 我蝉你姐多少年了 有用吗 你那是不开窍 我问你 我姐最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钱呢 除了钱呢 她几点钟起床 起床之后干吗 吃不吃包子 去哪家包子铺吃包子 几点钟出门 几点钟上班 她是步行去呢 还是坐人力车去呢 还是坐电车去啊 她到店里干吗 怎么跟客人谈生意 没客人的时候 她做什么 中午吃什么 去哪家馆子 吃什么菜 晚上几点钟回来 几点钟上床 上床之后看什么书 知道吗 若思这些你都知道啊 那当然了 我要不知道这些 我怎么敢说一个月之内 把它追到哪 你姐爱吃什么 酱肘子呀 不摆在身吗 来 请上座 来 坐坐坐坐坐啊 坐坐 喝点茶 来 来 这是昨天刚送来的西湖龙锦 吃了吗 没吃 没吃 没吃啊 吃条点心 哎 华子 拿两盘点心 哎 华子 不用了 哎呀 不是没吃饭吗 姐啊 咱俩别这样 我有点事呢 有事 您说事 是这么回事啊 姐啊 想请你帮个忙 帮忙不爱听了啊 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有事您就说 好 姐啊 想联系一下 丹青慧的 你找丹青慧干什么呀 做生意呀 你没听说过吗 这丹青慧 可是文物界的大那 这古玩行里头 十件文物 有七八件 都跟丹青慧有关系啊 你那个中秋帖 不是也从丹青慧那儿 找过来的吗 是 所以呢 我去琢磨着 我要是跟丹青慧联系上 这以后还抽货源啊 我在想啊 流星不是跑的吗 丹青慧的线索就全断了 丹青慧对你很重要 我想办法 帮你找到线索 放心吧 行 那就行 什么人 说吧 你要多少钱 才可离开肉丝 什么意思啊 这银票你拿好吗 这是小意思 日后你需要钱的时候 随时告诉我 怎么样 钱 什么都能买得到 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 但只有一条 给我离开周若思 赵光夕 我突然想了 你说把这银票上的银子取出来 然后呢 我给若思买几件漂亮衣服 再去大酒楼 大饭装吃好吃的 然后再带她去听听戏 你说若思乎被特高兴 任后义 你可以先打听一下 我赵光夕想弄死一个人 就跟黏死一只臭虫一样 所以你不要 你们干吗 你还敢欺负我大哥 老子先弄死我 你先打听打听 我是谁好不好 不管你是谁 我先割了你舌头再说 小刚 放开他 赵光夕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东西 是钱买不到的 进来玩会儿啊 别走啊 摇缸 记住 这鞋子 还记住 赵光夕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东西 是钱买不到的 我爸蛋 是红衣 给我等 这不是赵处长吗 红衣你给我等 小军啊 赵处长 什么事这么大火气啊 没事啊 见到小金 如沐春风 赵处长 谢谢你在六国饭店 将我带入贵宾室 我可是抢到了独家心来 小意思 别管那么客气 干了 我告诉你啊 我一直拿你当妹妹 从今天往后啊 你 金花玉 就是我的金妹妹 花儿妹妹 玉妹妹 有什么事啊 尽管跟你赵哥说 我肯定帮你 赵哥 听说令尊赵主席 最近到北平来了 你有什么独家消息 跟妹妹我透露透露呗 有什么独家消息 我爸就是为了中秋天 中秋天 嗯 是六国饭店出现的那幅吗 你看 当记者呢 啊 就是不一样 是不是 赵哥 不过我怎么听说 这中秋天 让警察给没收了呢 警察 他敢吗 老爷子一句话 对小署长 还不乖乖给送家里来 来 赵哥 我敬你 我敬你 梁主编 我这可都是独家报道 中正会的赵主席 你这篇报道有根据吗 是赵丽福的儿子赵光夕 亲口对我说的 胡闹 赵主席 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报社 能够得罪得起的吗 梁主编 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是我们报仁的天职 如果对于这种 侵吞国宝的行为 我们都视而不见 装聋作哑 那我们办报纸 还有什么意义呢 小金 我得先为你 我的饭碗着想 我们的饭碗 要是被人家砸了 你饿着肚子去爱国吗 我不能这么说 梁主编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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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了 你去吧 主编 你去忙你的吧 喂 是赵公子吗 谣着边 怎么了 小金写了一篇 关于赵主缔 来北平要中秋帖的事 你说什么 喂 小金 你怎么搞的 我拿你当自己人 你专业就给我卖了你 赵处长 我是一名记者 再說了 報告事實是我分內的工作 這些事情遲早都會露下 我不報到別人也會呀 什麼早都會露下 我不告訴你你能知道嗎 你聽著 這件事你要再難掺和 我讓你吃不了兜著子 我知道了 喂 黃西兄 老爺子的中秋天看完了嗎 李芳啊 這是催命啊 我都跟你說了 一定完畢歸賬 再還你 爸 怎麼樣了 您這研究一整天了 研究是什麼沒有啊 是 我的意見啊 和故宮專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您說 這是真鐵 確定無疑啊 那咱家那幅是假的呀 越看越假 那 您原來不是這麼說的呀 這個東西啊 就怕比較 在真鐵面前 假貨 就原形毕露了 那這樣 您趕緊把那假的給我 幹什麼呀 那王立文接著要呢 我 我 我再看看 我再看看 爸 這報管記者不知道怎麼他就知道這消息了 給抖出去 好不容易讓我給壓下來了 有這事 所以說您趕緊把假的給我 我給王立文兒 免得出亂子 老爺 該喝牛奶了 走走走 你和周勳達的女兒怎麼樣了 就那樣唄 朱肉絲有點小脾氣 那可不能慣著 日後 嫁到我們趙家來 總鬧脾氣可不行啊 他敢 我們趙家的媳婦啊 就得 像你三媽這樣 溫柔才行 爸 您放心 我現在慣著她 等到嫁到咱們家來之後 我得慢慢調教她不就完了唄 我聽說 周勳達對這門親事 但是她是很上心啊 那是 她一個小小的內務部特派委員 能判得上您 周勳會的副主席 那還不是樂得屁點屁點的 對了爸 您要是親自給我提親 她周若思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想讓我屈尊去周家提親 那你抓緊啊 這個女孩子都這麼費勁 一點都不像我兒子 您瞧您說的 我要是在您這位子上 那我還不是想娶誰就娶誰啊 老爺 把牛奶喝了吧 你看 喂 喂 若思安 是我 趙光熙 你不要沒事兒 老給我打電話好不好 真的很煩 給你打電話都讓人有事兒了 你想不想看 我們家收藏的終究天啊 喂 丁昂 你好 若思在嗎 若思讓趙光熙給約出去看帖了 他們去哪兒了 好像是什麼咖啡館 想不想看帖 想看帖 你說你想我 我馬上給你變出來 我認識你這麼多年 你真是一點進步都沒有啊 還是那麼無聊 若思 我要是不給你看帖 你是不是就徹底不理我了呀 快點啊 把鐵拿出來 你知道我為了讓你看上以後 費了多大功夫嗎 那你給不給我看啊 給啊 給啊 別急啊 不過話說回來啦 你想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 你要天上的星星 絕不給你這個 你要再跟我扯這些沒用的 我走了 小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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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蟹 說你要走 再叫我 不要��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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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上 就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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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全天被他們纏不好了 快上車 你看著倆這兒 弘奕 弘奕出什麼事了 快走 師兄 中秋天被人搶走了 搶走了 趙光熙給我看他們家中秋天 還沒等我看呢 就被人搶走了 鐵子丟不丟不重要 你安全最重要 趙光熙 我把鐵子借給你 你不還給我 帶到這兒來幹什麼 我這給弱斯看一眼 弱斯要看 你還給我 我可以給他看 那廢話 我給他看跟你給他看 那能一樣嗎 那鐵子現在丟了 被人搶走了 我怎麼就要拆 你沒看見我也被打了嗎 兔子那子 什麼來路 你馬上給我查清楚 都是什麼人 他們是日本人 謝謝你啊 又救了我一次 光是謝謝我三個字 就把我打發了 怎麼 在想中秋天的事啊 要不是因為我看鐵 中秋天也不會 露在日本人手裡 怎麼能怪你呢 我問你 你剛才是怎麼去的 咖啡館 咖啡館離故宮很近 我走過去的 這就對了 我剛才追出 咖啡館的時候 看到日本人 是有人接應的 而且他們是跟蹤 趙光熙的車 所以跟你沒關係 你不要自責 那日本人怎麼會知道 中秋天在趙家呢 日本人對中國的滲透 遠遠超乎咱們的想像 豈有此理 中秋天丟了十五年了 好不容易我們快到手了 卻被日本人劫足先登 是可忍說不可忍 你們說 我將來怎麼去見列祖列宗 媽 事已至此 您有什麼打算 余總管 掌門 派出我們北平所有的兄弟 在日本人 將中秋天轉出北平之前 將其奪回 明白 媽 我聽洪玉說 她手裡有一本花名冊 上面是在北平所有的日本特務 我可以和其他警區聯手 先盯住他們 行 你可以找洪玉幫忙 她必須幫這個忙 洪玉 那你能不能把中秋天拿回來 你覺得我能嗎 你能啊 這麼有信心啊 當然了 我相信你 少爺 我不是洪玉的車嗎 開車 少爺 這奪妻之恨不共戴天呀 給我開車 是 若素我問你啊 那中秋天 對你來說就那麼重要嗎 嗯 中秋天是國寶 又是從我手上能丟的 那如果那個鐵是假的呢 沒有奪回來鑑定一下 怎麼知道真假 萬一是真的 那現在在日本人手裡 我會自責一輩子的 不過北平城那麼大 找個人多不容易啊 誰能記得她長什麼樣啊 我記得她長什麼樣啊 回頭我把她畫下來給你 那樣的話我就真謝謝你了 那你就是真正的答案啊 那你等著啊 到時候我給你 好 我走了 開車慢點啊 快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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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 快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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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還要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宫就是众矢之地 周伟元 文武外迁 怎么能说是外逃呢 你不要耸人听闻吗 故宫上下并非我一人反对南迁 你们不能罔顾民意 有些同仁担心一旦文武南迁 安全回归是个问题 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不能因小失大而不顾大局吧 是啊 文武南迁势在必行 刻不容忽 我完全赞同 我也赞同 我也赞同 周伟元 这文武南迁 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啊 你们一意孤行 必将铸成大错 必将铸成大错 以后 奶奶 可以 给你 你 我 我 我 而 我先拿藥 來來來 你別弄了 別摘手上了 你看看 這是雍正玉智分彩瓶 我都收了人家定錢了 還都沒跟你說呢 昨晚上 連我們家都被砸了 爸我爸嚇得 立馬心臟病就犯了 老師現在怎麼樣了 在家躺著呢 吃藥了 你放心啊 鄭秋 這個人我肯定查出來 我給你出氣 不用再查了 我知道是誰 鑿鑽 搜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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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 少爺 任後藝 是人事啊 任輝也 砸你們家玻璃 砸你姐姐的店 這都是小意思 但是你要是再敢跟我 搶女人的話 我變著範兒的手勢你懂嗎 幹嗎 不服啊 讓打人哪 來 下回再發生這種事情 我就不會妄中子彈了 少爺 少爺您沒事吧 我想喝咖啡 你想喝咖啡啊 恭喜 我想唱歌 你想唱歌 你想喝咖啡 那我們這樣 你先回家 好不好 好 先回家 你幹嗎 混蛋 不是 你誰啊 你們找死啊你 超流氓 找死是不是 下流 幹什麼幹什麼幹什麼 又是他 耍流氓 我耍流氓 叫你 你走 跟我回家 找成鬼我都能認識你 再說一遍 找成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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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放開我 軍力 走 你放開我 好 當然 幹什麼 署長 毒打好一會兒了 那小子扛不住了吧 有錢人吃得多 扛不著 再打一會兒 打一會兒 署長 差不多得了 待會兒再 這出人命就不好了 行 聽你的 你們倆別進去了 看熱門 你幹什麼 光熙兄啊 光熙兄啊 光 誰幹的 誰幹的 不認識嗎 兔崽子 光熙兄啊 打成這樣 救我 我的天哪 來 我喝不了水 我喝不了水 小兒 你輕點 王立文 這道理是怎麼回事 報告局長 由於刁覆 誣告趙公子強暴他 警員們不認識趙公子 屬於誤抓 沒想到 趙公子被犯人們毆打 是屬下辦事不力 如果趙公子需要揉一揉 我可以替趙 不知道 混蛋 是 局長 這署長是幹什麼吃的 從今天起 撤銷你署長的職務 是 以後別幹了 好 誰把趙公子抓來的 張龍 趙虎 別的 關機閉了 先餓他們三天 再扣他們三個月的薪水 趙公子棄不出 就別讓他們出來 是 把那個雕夫帶上來 雕夫跑了 什麼 跑了 廢物 還不去把他抓回來 走 回來 回來了 趙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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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讓他們 送你去醫院看看 我送你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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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你走 趕上我走 再見 趙公子 就請您先消消氣吧 消什麼氣 我都快斷氣了 消氣 吃吃吃 謝謝大哥 來 謝謝哥 二位兄弟 來來來 這兩天呢 受委屈了 來 敬妙一杯 來 德哥 你可別這麼說 來 謝謝哥 一日三餐 有酒有肉 一點兒都不委屈 什麼什麼呀 這叫小福 小福 許利不發薪水呢 我發 避分不少之外 每人每月 我再加你們十塊大洋 十塊大洋 跟著大哥混 有酒有肉 有錢花 說真的 真不想走 在這兒多好啊 什麼都不用幹 管吃管住 還給錢 來 敬妮 謝謝哥 謝謝哥 李文 我真服了你了 你比那趙光熙啊 壞多了 首先我聲明一點啊 我和他絕對不是一路人 我這叫 以奇人之道 還治奇人之身 但是現在呢 最著急的不是我 是若思 日本人是在他手裡搶走的 中秋帖 他現在很自責 一天給我打好幾個電話 就問中秋帖的下落 你們那兒查得怎麼樣了 若思畫的像我已經散出去了 你那邊怎麼樣 我讓特選營的兄弟 按照我提供的花名冊 把所有在北平的日本特務 全都盯死了 包括主要路口 車站也被我們控制了 立文啊 你好不容易當上了署長啊 老實 只要你能出氣 這署長 我不幹了 立文 奶為你了 有你這個話 死都止 什麼死死死的 別老老說